政府的脂肪变系统出现異常 一度暂停服务 直到凌晨2点服务才全面恢复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说 脂肪变系统一个管理数据库读写的软件出现異常运作 导致系统昨天下午2点开始间歇未能提供服务 系统日晚8点开始暂停服务作紧急维修 到今天凌晨2点恢复全面服务 当局就事件对市民造成不变表示协议